巨型中亚猎狼犬对战德国梅羊犬 谁能取得最终胜利 中亚梅羊犬想争夺狗王位置 他目前已经有十个月 随着体型越来越大 性格胆量也变得越来越大 渐渐的他开始有领地意识 平时都是这只德国梅羊犬在称王称霸 现在中亚梅羊犬越来越看他不顺眼 一场大战估计不可避免 中亚梅羊犬率先做了一个标记 他的意思这块地盘是属于他的 德国梅羊犬表现得非常隐忍 说实话狼王老矣 这次德牧已经有十多岁了 已经不复当年之勇 德牧表现得非常隐忍 他随时想撤退逃跑 但是中亚梅羊犬挡住了他的去路 德牧瞅准空子就逃了出去 但是狼王内心是不服的 就在中亚的面前他做起了标记 他意思我还是懂了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中亚梅羊犬 中亚直接将德国梅羊犬逼近了墙角 发出了怒吼之声 德牧内心慌得一笔 一动也不感动 他知道这时候 只要稍微做出过急的举动 中亚梅羊犬就会发动进攻 狼王心想 36G走为上侧 毕竟狼王老矣